太极八法五步 太极八法五步 现在我们来进行分解动作的教学 转腰抱球 右捧左按 向前送出同时翻转搭手 引进后缕侧方打开 转腰躯臂 大于右臂内侧 向前挤出 磨手分掌 向回引收 松按向前推出 向下踩 悬臂 裂 曲肘 横击 梳腕 转腰 立在臂膀 向前靠出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更为详细的动作要领讲解 身体左转 左手向上 右手向下 身体躯干斜方向45度 上手高不过锁骨 低不过 两乳连线 下手再扶前 通过转腰 带臂 右臂向前捧出 左手向下 按掌 右捧跟我们上一节课左捧要求是一样 腕关节与胸椎中轴线延长向前 掌按着宽旁 外开10至15公分 向前转腰 翻转搭手 向下 画弧 侧方打开 铝鱼 转腰躯臂 注意 通过转腰 搭于右臂内侧 指根搭到小臂 贴住 向前 沉肩松宽向前挤出 左手膜掌 两手分开 掌心向下 指尖向前 引进 松按 按置腹前 向前 双掌推出 左踩式 微微向右旋转 同时 旋臂 握拳 向下 踩 拖掌 旋臂 向正前方 通过转腰 脸在掌中 脸 前后手是一个小臂的距离 曲肘握拳 向前方 横肌肘 立在肘肩 注意 肘打的这个方向 是正前方 中肘线 靠 注意 梳指 转腰 松宽 向下 肩 靠 立在臂膀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八个动作的完整演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